大家好,在这个视频里面我们继续学习Windows中单命令中的P命令 P命令呢,它是功能是用于测试网络的联通性 它的用法是后面可以跟上一个域名 比如说3w.百度.com 我们看到它会如果是成功的话呢 会收到四条回复信息 说明是联通了 如果是不成功的话呢 它收到是超时信息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google.com google.com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翻墙 所以呢 这是一个不通的状态 不通的话呢 它也是四条信息 只不过呢 是四条请求超时的信息 好 这是P命令的基本用法 那么P命令呢 其实它还可以跟IP地址 除了域名以外 它还可以跟IP地址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百度的这个IP地址 这个地方呢 是它的IP地址 我们可以直接PIN它的IP地址 我们看到这个PIP地址的效果也是一样 也是四条回复信息 也就是说这个P命令它的用法是后面既可以跟网址也可以跟IP地址都可以 那这个P命令它有一个常见的用法就是它可以加上一个-T参数 我们看到-T参数加上以后呢 这个PIN呢 收到的回复呢 它就不是四条 而是一直不断的在回复 直到什么时候结束呢 就直到我们在键盘按一下Ctrl加C 它就会停止 这个加-T的这个参数呢 其实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参数 就是当我们在维修一个网络的时候 如果你要看一下你这个维修的效果的话呢 你不加-T参数的话呢 就得不断的去PIN 但是如果你加-T以后呢 你就可以随时的来观察是否是已经修好了 就是是否这个PIN的状态是由超时的状态 转为这个已经收到回复的状态 所以这个-T的参数呢 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 当然了 这个PIN命令呢 它其实还有很多的参数 除了-T以外 我们可以用一个斜杠问号 这个是在Windows中端里面 查看所有命令的帮助的一个方式 如果我们忘了这个命令的具体用法 就可以加上一个斜杠问号 然后打一个回车 我们看到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-T参数 它是直到停止的时候 它才会进入Ctrl C 它会停止 其他的参数呢 我们在这里面就不再演示了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去操作一下 好 那么简单的总结一下 我们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主要是介绍了一个PIN命令 它后面呢 既可以跟域名 也可以跟IP地址 还可以加上参数 还可以用斜杠问号来查看它的帮助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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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